你不是笨 只是你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复习 老师整天说复习 复习 为什么复习 你不是笨 而是不复习 中国人有句话说 学而实习之 温固而知心 这十二个字 这十个字 不是我第一次看的 所以为什么 我还可以重复的讲 学而实习之意思是说 通过复习旧的知识 从而知道新的知识 原来知识有个旧的 也有个新的 这里强调的就是复习 对于学习的重要作用 可见在古代 古人既认识到 学与习 是两回事 学 习 是两回事 英文就一个字 忍 但是这中文呢 是学 而实习字 学而实习字 才是学习 所以学习 学是指 接受新知识 习 就是指 要复习 复习 的意思是 要进一步理解 归纳 终结 和记忆 以学过的知识 你整个说 我不记得了 你认为 记性好的人 他的记性和你 就跟你不一样吗 其实不是 其实 所谓的记性好的人 他们 做了一个步骤 你没有做的 记性不好的人 做少了一个步骤 所以他们 记性不好 我是说 一般 学习 能力 正常的人 他可以记得 电话号码的 那批人 他们是不会 或者 记得怎么样 上 facebook.com的 你说你的记性 有问题吗 不可能 你可以记得 怎么样用 怎样输入 你的 一些密码 重要的密码 就是说 你的记性 是没有问题的 这问题就在于 你的策略 你做少了哪一个步骤 所谓学习 学是指接受新知识 在这一个知识 呃 知识非常多的年代 你要学的东西很多 但是学 是新的知识 学了就是你的吗 不是 学了 而习之的 才是你的 学了 而实习之的 那才是你的 所以学 一定要习 习 就是进一步理解 归纳 总结 和记 进一步理解 归纳 总结 和记 在学习过程中 只学不习 学习东西 很快就遗忘 这是为什么 你曾经说 你所说的 哎呀 我又不记得 哎呀 哎呀 刚刚学了 就忘记了 你看我的 记性真的差 那你认为 那些记性好的人 他们 就是这样子的吗 那些记性不好的 那些记性好的人 其实他们 做到一个步骤 你不愿意做的 在学习过程中 只学不习 学习东西 很快就会遗忘 这就是原因 只学不习 学习东西 很快就遗忘 1885年 德国的心理学家 艾斌鱼 就通过实验 发现 刚记住材料 一小时后 只能保持 40% 一天后呢 才能记得 33% 一个小时后 只是一个小时后吧 你就能保持 40% 就是说本来是这样多的 一个小时后 你本来学到是这么多 这样高的 然后一个小时后 变得40% 一天后呢 33% 两天后呢 28% 来刺激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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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们通过一学在学 来刺激鸣鸣鸣鸣鸣 这是古代人都懂的 学了在学 学了实习制 学而实习制 鸣鸣鸣鸣鸣鸣鸣 初学之后再次学习 初学之后 你提着学习要新的东西 你要再次学习 重复学习 就是复习 凡是在学识上取得成功的学生 都对及时科学的复习有深切体会 你去做一个interview 哪一个拿很多A的学生 他们不是做复习的 为什么你不愿意做制造 因为你不愿意 为什么你拿不到这么多A 就是因为 你不复习 你去 你去Tillusion Class 那是帮助你了解 但是 不是复习 复习是个人的 你愿意复习多少次 你的成绩就越多高 或者说 你说只记得了 重要的知识 就会在你的脑袋 多久 从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间 教室里面 同学为什么会在学习成绩上 拉开档次的一个原因 其实也不需要同一间教室 同一个Zoom Session 也一样 你不复习 没有人帮你 没有人帮得到你的 你去做 你去上Tillusion 你需要重复 做同样的一个 数学题 重复 都讲重复了 就是复习 所以你是给钱 白给钱去 上Tillusion的 其实你已经很聪明了 只是你不愿意复习 还要给钱 帮你做复习 在上课 你了解就好了 如果你不了解 老师讲来讲去讲不明白 不用紧 去YouTube 找一找 找一找 关于这个课程的 让他了解 你不需要太多的 花费太多父母亲的钱 而且 复习师对前面你 学过的新旧知识 进行 共固 你要做共固 进行系统 再加工 再加工 并根据学习情况 进行适合调整 所以为什么 你要做一些 Nuts 就是这样子 好像说 这样子 写一些Nuts 写一些这样的Nuts OK 就 或者是 把它改成 这些 Mindmap 思维导图 都是一些 很有方法 很有效的 方法去巩固你的学习 不是思维陶族 没有用 而是你 不会用 这个复习的过程 不积极让人 只是被动 而简单的 巩固 进行 还能再从 再学习中 进二次 这是第二次 甚至三次 多次 逢反复学习 或者第 次 第二次 进前面的 复习中 未曾学到 或者 未理解 理解不深的 新知识 第一次学习 可能不理解 第二次学习 可能理解多一点 第三次 学习 啊 你就有个 啊哈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因为这就是复习所给你的一个礼物 啊哈 我终于明白了 温 温 就是复习 就是复习 固 就是已经学过的 温习 温习旧的 或者新的知识 温固 而自行 温固 而自行 一些记号的学生 就是 因为能经常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城市上进行复习 做到每天有复习 记得是每天有复习 不是下个星期才复习 或者下个月才复习 是每天有复习 每周有小节 每一个week 每章有总结 每一个章都有总结 从而形成了 人们是说的 哇 他的记率啊 超强的 其实他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是 神造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 他愿意去学 愿意去习 愿意去学 也愿意去习 他愿意学习 因此很多学生 对所学知识记不住 并不是你笨 而是你不善于复习 或复习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你没有策略去学习 某些意义上 复习 跟学习 跟都一样重要 它是两者 你要学习 也要复习 因为学习在中文里面 本身就是学而实习之 温故而自行 所以 你不是说每章都要总结吗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conclusion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学而实习之 温故而自行 记住 你不是笨 而是不 复习 谢谢 生爱死人 God bless you 我说你不认识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